太古之时 众神纷争 龙族为护佑世间生灵而陨落 最后的战士耗尽生命之力 保全了仅存的一缕生机 一夜划发 从此 他们影迹埋名 而龙的一切 便只是 缥缈传说 爷爷 我们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呀 啊 很美 总有和风 总有春露 我这有的所说 世上还有龙族的路 可惜如此弱小的你 还能成得像是龙吗 爷爷 爷爷 这是什么呀 这是脚 等你长大了 就会明白它的意义 头上长脚的怪物 真让人讨厌 小怪物 这里不欢迎你 怎么啦 孩子 有心事啊 没有 这是摔力脚 爷爷 我不喜欢头上的脚了 为什么我和别人都不一样 你不必和他们一样 你有属于你自己的路 小怪物 不是说了不准你到这里来吗 我不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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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 把他档出屋子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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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сто 爷爷 你为什么总不吹这首曲子呢 这是我们家乡的旋律 当他想起啊 就是在提醒我们 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 就不会迷失方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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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路 你要好好走下去 听本生 那是你的先祖们 在为你哭呢 那是你哭呢 那是你哭的 是你哭呢 不许你哭呢 是你哭呢 那是你哭呢 孩子 这不是哭声 龙不会哭 这是我们的战歌 我们的战歌 我们的战歌 最后的战 跟你的先祖们一样 归于尘埃吧 执行妄想 让你看看 什么是龙 执行妄想 从此刻起 我所在之地 即是龙族 立身之处 爷爷 以后的路 我会好好走下去